哈囉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魚豐叔叔 這部影片將會帶你清楚了解對戰時序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別忘記幫我點個喜歡喔 相信從爐石戰記或是暗影四章來的玩家 在剛開始遊玩符文大地傳說的時候 會對於遊戲中的時序有著很大的疑問 甚至有時候會覺得 欸怎麼自己的回合突然就被跳過了 如果你有這樣的情況接下來就不用擔心了 我將會帶你一步步了解對戰過程的時序 而後讓你們可以盡情遊玩這款遊戲 首先這是我自己製作的時序階段圖啦 雖然說看起來很複雜 但多聽幾次我的解說後 你就會一次比一次更加了解囉 首先簡單來說的話 符文大地傳說有攻擊方擁有優先權 只要你看到你有這個劍的這把符號 就表示是你先攻的回合 而當你做了什麼事之後 對方才能夠對應做其他的事情 接著我把攻擊回合分成三個階段 首先第一個階段就是戰前準備 就是這整張圖白色的地方 中間紅底的部分就是第二階段 戰鬥階段 而後就是第三階段 藍底的部分 戰後準備了 接著我們就馬上開始囉 首先你的攻擊回合的情況下 你這次攻擊方 你可以選擇四個動作 分別就是 召喚手下 施放法術 進行攻擊 以及掠過回合 當你從手排中召喚手下 到備戰局之後 因為你做完這個召喚的動作 那防守方就可以決定 他要去做召喚手下 或是施放法術 甚至就是他跳過這一回合 那接下來又輪到你 你又可以再一次決定說 你要做哪一個動作 而當你施放法術之後 只要是慢速以及快速的法術 防守方就可以去選擇去響應你的法術 那如果他去響應的法術 他就可以去施放他的快速以及急速的法術 那如果防守方他不去響應這個法術 他就會承擔法術的效果 接下來不論防守方有沒有響應這個法術 都會因為攻擊方已經執行過施放法術這個有效動作 就會輪到防守方進行召喚手下施放法術 略過回合 如此就會重複以上的階段 直到攻擊方進行攻擊或略過回合 接下來只要牽扯到施放法術的部分 你就要把法術的時序的判定獨立出來 只要有人主動施放法術 對方就會進入到響應法術的階段 響應法術的人並不會浪費一次的行動 而當你響應他的法術的時候 他也是可以響應你的法術 雙方就這樣重複直到進行法術結算 而法術結算是後發先制的 簡單來說就是你越玩打的法術就會越先觸發 如果不懂的話等等的實戰會有更清楚的解說 有時候你不想招手下 然後不想丟法術 直接進行攻擊都是ok的 那當你進行攻擊之後 因為你跳過了召喚手下這個回合 所以防守方也不能召喚手下 他就會被強迫進入到可以進行格擋這個回合 那他在進行格擋的時候 擺上相對應的手下之後 他就必須要決定就是說 施放法術要怎樣去選擇 而當防守方點下略過格擋 他就不能進行其他的操作了 所以你一次就必須要把你的進行格擋 以及施放法術給決定好 在攻擊方來講的話 如果防守方直接放棄掉這個格擋 你就不能額外去附加法術 所以說有時候攻擊方也要再考慮 一併去施放一些buff的法術 但我自己不建議就是在攻擊的時候 去使用一些解場的法術 對方一樣可以用等等會被你法術射掉的從者 去格擋你的傷害 所以大多數來講的話 如果你想要直接攻擊打到主堡上的話 我會建議你在攻擊之前先去丟法術 就是在這個階段先去丟 這樣對方就少一個從者可以來擋你 如果你想要做優勢交換的時候 我比較建議等到對方已經決定 他格擋了從者之後 你就可以再施放法術 或者是直接對你的從者使用buff 來做個優勢交換 當做完這些戰鬥回合之後 就會直接進行戰鬥結算 然後就會跳戰後的準備了 那戰後準備很簡單就是 進行攻擊以外都可以選擇 那時期就會完全參照賺錢準備的階段 等於說你可以先搶先攻擊一波 等到戰後準備的階段再來召喚手下 最後一個選項就是你可以選擇掠過回合 但是這邊掠過回合要值得注意的是 你會有一個風險就是 如果你點下掠過回合之後 對方也選擇掠過回合 那你就會直接跳到下一回合進行攻守交換 那這個戰後準備的階段也會直接被跳過 防守方也可以選擇不略過回合 他可以進行就是很正常的看似要召喚手下 施放法術這些選擇 而當他使用這些選擇之後 你的戰前準備的這四個決定權 又再次回到你手中 你等他召喚之後 再進行召喚手下 再進行施放法術 再進行攻擊 有人會想說為什麼要故意空過這一個階段 因為有時候當你想要施放一個大型AOE法術的時候 你可以去賭對方會多下一隻的手下 那你略過那回合之後 你輪到這在第二次的戰前準備時 丟AOE法術 你就可以因此而多換掉一隻從者 這樣就會對你的攻擊的時候 就會更加的有利 不然的話你先進行召喚手下或施放法術之後 對方才去召喚了一隻很難常常召喚 那你可能因為你的結場的廢數不夠 而無法對他的從者進行施壓 這邊要值得一提的就是 慢速的法術只能在戰前準備或是戰後準備的時候 直接施放 等於說攻擊方一輪到他的回合 他直接進行攻擊的話 他就無法打出他的慢速的法術了 持續的解說就到這邊了 你們有聽有懂嗎 那假使不懂的話也沒有關係 然後我們就直接進入到對戰階段 我會一併做一個說明 好的 那麼進入到遊戲的戰鬥的畫面 首先開局的部分會給你四張牌 你可以換掉任意張數的卡片 那我比較建議的就是你去找到前期的從者 所以我應該會是這樣換掉 那這邊要注意的就是這個劍的這個符號 這個劍的符號表示你我方是擁有主動攻擊權的 等於說你在第一回合時去找到一費的從者 你是可以去做一個搶先攻擊的 那依序的第二回合兩費的時候啊 就會是對方主動攻擊 等於說我方的主動攻擊在一費時有箭矢 就是一三五七九的奇數回合是我方主動攻擊 那對方反之就是一個後手是二四六八十準值攻擊 那我們比較建議的就是如果你是主動攻擊方啊 去找到畫面上這些能力的卡片 在你主動攻擊時這些能力才能夠觸發 這樣攻擊起來的話你會有比較大的效益 好來講一下對戰時序的部分 首先這個是手牌然後是備戰戰鬥區啊 那其實新手階段都有講過了 那假如當我主動時我去召喚一個從者師 對方也可以去召喚 然後如果我這邊直接按略過的話 對方就看他有沒有從者 他也可以決定要不要召喚有沒有 他還是召喚了 當他召喚之後我還是可以選擇去召喚 因為他已經做一個召喚的動作 所以我又再次擁有了主動權 然後我可以再等他召喚從者之後 我再召喚 再看說要不要進行交換 那我直接進行攻擊 交換完其實我這個是白送的啦 對其實不應該進行攻擊的 這邊要注意的就是 堅忍的能力啊 就是讓來源的傷害減易 等於說我這個異攻是無法對他造成任何傷害 等於說這個是白送險 所以剛剛那邊啊是連攻擊都不要攻擊 直接略過是最好的 所以你們在玩的時候要隨時注意一下 對方的卡片的能力 每次他打出一張新的卡片的時候 你就要去稍微看一下他的能力 那由於對方的回合他造一隻從者之後 現在輪到我可以造一個從者 那接著就是看他要不要決定攻擊 他直接決定一個攻擊了 那由於剛剛的體驗來講的話 我知道我不能去拿一攻去擋 然後要用這一張的二攻 才會被撿到一攻 才能跟他做一個對等的交換 那接著這一回合來講的話 由於我是主動攻擊方嘛 就先打出結 然後結在攻擊的時候會生出一張的疾風殘影 那對方直接造了一隻二次血的從者 如果他拿這一隻直接擋我的結 我的結就算有快速攻擊也可以先給他傷害 但是因為他會扛出這個傷害時 我的結還是會被喚死 所以這邊到底要不要攻擊你要自己去想一下 以正常的對局來講的話是不太建議攻擊啦 就只派單隻 因為這是被換掉之後我下一回合結還可以去做個輸出 可是你要想的一點就是 如果你這一回合不攻擊的話 對方的挑戰者是可以直接把你的結拖到場上 然後直接幹掉了 最後想起來還是全下好了 因為他拿他的門徒來擋之後啊 我至好那個疾風殘影可以對他的主堡造成三連傷害 好那這邊看一下就是慢速法術的施放 慢速法術必須要在你在站前準備的時候才能施放 如果你已經派上去到場上的時候 他就不能丟了 所以說你要先丟就是要耗費你一次的行動的主動權 我這邊先丟一個慢速的法術 那對方也是可以去選擇就是要不要閃響 就是有一張抵制的話就可以去抵敲掉你這個能力 有時候會有這種情況就是對方的攻擊回合輪到你的時候 對方一隻怪都沒有啊 那你就直接把從者一次派上去 讓他連找手下的機會都沒有 這樣他就只能進行法術的格擋 我覺得符文大力傳說啊最好的一個要點就是 如果你前期非常卡啊一二費都沒有東西可以下的時候 你的這個魔力值啊是可以儲蓄到這個魔力儲存槽裡面 然後他是最多可以存放三顆魔力的 而這個魔力啊只能拿來施放法術 那當你放法術的時候會優先從這邊提取 所以有時候當你就是在九費的時候啊 可以放到十二點的法術 都是有可能的 只要你前面的回合術是有去留存魔力的 那這邊的話我就施放了一個法術 這是在戰鬥階段中使用的法術 然後確定之後對方也是可以進行就是法術的響應 然後放棄響應 就直接進行到法術結算 那對方會出現一個隱形的空氣牆 只要是沒有勢不可擋能力的從者啊 都是無法突破這個空氣牆的 所以才會建議在戰鬥階段之前啊 如果你想要打對方主堡 先打掉那些法術牌解光之後 他就少一個從者來阻擋你 對方是直接選擇不讓我召喚手下 然後直接進入到戰鬥回合 那我就被強制進入到格擋的階段 那我能做的就是看要不要用死亡蓮花去掃他的場 但我覺得這個場面的來講的話 不值得我掃 所以我就略過賣個一點血 接著就是戰後準備階段 我直接拍出一張55的從者 那他有五點法力 他照樣也是可以進行召喚手下 那這樣他決定格擋的陣容之後啊 我再補上這一張的極速冰凍 洞上一個敵方單位讓他變成零攻 這樣我就可以免費白嫖兩隻很強大的從者 好的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時序 當對方直接打出命速射擊 要對我的主堡造成2點傷害 直接影響這場對局的話 那我可以就是利用法術後怕先制的原因 這一張的惡趣味啊 可以吸取一點血 然後召喚一個小蜘蛛 我就可以這樣 然後去做個響應 接著對方不甘是弱的 直接打出另外一張牌狂躁 可以直接對我主堡造成3點傷害 那我這邊的話 由於我沒有留存5點廢數 不然的話還能夠用這個死亡之我直接擋住 所以這樣對局是我被他的連鎖法術給贏下這場勝利 所以我也只能打打那個一點血的惡趣味 再拿一個一點點而已 那最終結算就是先補血打3點就結束了 就判斷到這邊 其實今天講的這些時序啊 並不是全部的時序 還有備戰以及先前的階段 這兩種能力的話 將會在下一集的時候 解說所有磁條能力的時候 再一併做個說明 那這次的解說就到這邊了 希望你們有所理解 如果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我會想辦法改進的啦 就在下方留言提出來 那就這樣啦 我是玉鳳叔叔 我們下回再見囉 掰掰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點下訂閱關注我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我是玉鳳叔叔 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 就這樣見囉 會不會有什麼的 就這樣見囉 我們下載了